特纳奖 反概念艺术主始于1999年 批判我艺术 第一个新现代主义的艺术团体 一、特纳奖已经完全证明了它是艺术的耻辱 二、不管爵士Nikolas Seroza相信与否 将艺术流行化 特纳奖已成为了一个国家的闹剧 三、特纳奖非常有效地 将泰特美术馆变成了一家 为查尔斯撒奇画廊做广告的广告中介 四、特纳没有重建过洗衣房 她没有拍过照片 也没有拍过影片 至少是我们所不知的 她有腌制过羊 或有做过一个水泥的附片空间吗 五、应该指出的是 特纳所做的是画画 六、所谓的特纳奖 就好像是口香糖和最昂贵的食物 风马牛不相及 七、特纳奖的设立 就好像是为了奖励 昏庸、讨巧和新奇 八、唯一一个真正艺术家 像特纳本人都有危险赢得特纳奖 九、唯一的没有危险 能赢得特纳奖的艺术 不是画 就好像特纳 其作品中包括大象的粪便 杂质剪切、四绣、羊毛 或者仅仅是复制另一幅作品 而不是粗制艺术家本身 十、颁发特纳奖 就像给一个很烂的巴斯特基顿的电影重拍 就像把足球FA杯 颁给一个赢得办公室第一名的人 十一、每一年赢得特纳奖 都是查尔斯撒奇、尼库拉斯·劳斯特 和因乔普林斯特支持的画家 十二、为了维护特纳的荣誉 我们要求特纳奖能反映英国 更加广泛的当代具象和风景画作 十三、否则我们建议特纳奖应该取消 十四、或者特纳奖应该改名 叫做垃圾艺术的千禧年巨蛋奖 出自幼稚比利、查尔斯·汤姆生 2000年7月19号